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每次穿這件衣服和長盆就會落雪 這次又應驗了 我們又在雪雨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不分享公園 好悶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間獨立屋 我們的地位是回到Richmond 前陣子分享了很多Metro Town的公園 不知道哪位朋友在留言說 Burnaby看得想吐 要看Richmond 帶大家來到Richmond 我們今天分享的就是後面這間獨立屋 土地面積有3855呎 房屋是兩層 很普遍90年代的房屋 前面有雙車庫 下面那層主要是客飯廳、廚房 樓上有幾間房屋 我們的位置是相當方便 前面已經是Blundell馬路 我們主要是Blundell Gab Gilbert 那邊是Gilbert 前面是向北 然後我們的校網 中學是Sipson London 小學是Blundell Elementary 就在鄭旁 這個是教堂 但大家看看教堂斜對面 那裡已經好像公園一樣 有過那些水滑梯 其實那裡就是小學 所以無論你走入內街過去 還是你出回剛才Blundell的方向 那個馬路走過去幾分鐘 已經去到小學了 然後呢 如果要去Shopping買東西 比如說去超級市場的話 向Blundell 向西邊走九分鐘八分鐘 已經去到Blundell No.2 有商場那裡 有Subway 有Shopper Stroke Mark 可以買到東西 向北邊 一個Block 兩個Block 一個距離 走路二十分鐘 反正不會走 尤其是天氣 乘巴士一部402 去到Richmond Center 15分鐘內 非常方便 駕車更快 幾分鐘便到 我們現在看看獨立屋 這間屋 它的frontage算是幾闊 它有50尺frontage 所以這塊草前遠都是屬於那間屋 然後這邊也有些草去圍欄遮住 這個是雙車庫 前面也有自己的 driveway 都可以再拍到兩部 甚至可能拍到多一點車 如果你外面馬路邊的話 這個是雙車庫 我們現在就進去屋內看看 現在這間屋的狀態是租客住的 所以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現在和大家參觀一下這間屋的內部結構 1989年起號 它是上下兩層 下層主要是廚房、下廳和飯廳 有分家庭、住宅、普通食飯 和Formal dining 我們走一圈後再上樓上 方向的話 剛才說屋是北邊 所以它是東西屋 門口向西邊 另外廚房內向東邊 進來這邊可以打開門 這個比較空間的位置 其實就是住宅 舊的屋的空間也挺大 來到這邊是Formal dining 已經是後院的地方 你看它現在放在圓形的開桌 可以放大一點 這裡已經有個sliding door 可以去到後院 這個Lock 其實它的setback做得比較大 所以看到前院比較深 去到後院它是長條型 不是很深 這個已經在旁邊的屋 這個就是我們的後院位置 有幾棵樹 等一下穿了鞋子 再和大家去參觀 這些都有窗簾 這邊類似是Formal dining Living room 這邊有個可以關門的位置 可以進去廚房 在塘門 因為這間屋我們準備掛牌 所以現在都找了inspector 過來做個pre-inspection 因為這間屋都有一年份 租下屋 變成業主都不太清楚 這間屋裡面有沒有什麼缺陷 有沒有deficiency 所以我們都希望對大家買家負責任 做個pre-inspection 讓大家多開女家屋的狀況 這個就是廚房位 它的廚房也挺特別 因為你看到後面先 在後面先 好好好 我們後面這裏 廚房一邊過來這邊 其實就是family area 一樣都可以關門 其實它以前的設計就是 這些area全部都可以close up 都是對後面向東 有些窗 這裏也有個sliding door 可以開出去 不過現在租客平時不用這個位置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把梳化放在這裡 然後這裏有個fireplace的位置 然後客廳的位置 去到這個corner位 大家進去看看 就有一間房仔 現在租客把它當成一個small office space 大家看到也有個衣櫃位 如果將來想把它改建成房 都可以的 廚房的話 其實這個廚房也挺橫的 它其實是一個 我很喜歡說什麼 這個U shape U shape 再加一個中度仔的設定 而且它有趣的位置 是洗手盆向自己後院的位置 它做了很高的窗和天窗 變成廚房這個位置很光亮 然後它的桌面空間很充足 由這邊一路開始延伸到這個 類似是吧桌的位置 然後上高還做了很多吊櫃 所以大家看到廚物空間很充足 廚櫃方面就比較original 業主之前好像是兩三年前 這個租客搬進來之前 有油過廚櫃 所以是白色 但沒有全部代替過 那些牆身都有過 中間這個中度位置 它就是放了一個煮食爐 在這裡 這個你會看到沒有七油煙機 在上面 因為它這個設定 七油煙機是在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你煮的時候 同時開七油煙機 對 現在已經開了 那七油煙機 其實它是通出去的 大家在升盤底 就會看到它其實有個風管 這條後面這條管 就是剛剛那個抽油煙機的風 會照出去 外面有個出風口 對 那些小碗碟機 這些小碗碟機 這些小碗碟機 然後它焗爐也是放在這裡 這個是焗爐來的 然後上面是微波爐 還有雪櫃 大家現在看到的電器 都很original 或者都換了一段多長的時間 就沒有新補充電器 那廚櫃也是 好 那廚房就說完了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看一下 那間屋的其他area 這一層都是有一個洗手間的 其實就是門口轉右 我們剛才是門口轉左去living room 門口轉右這邊有一個powder room 就去洗手間 然後呢 這裡就是去車房的 那你這邊看到它有side by side的washer dryer 這兩個是replace過的 然後呢 謝謝你 謝謝你 到酒位 然後這裡就通到車房了 就是兩個雙車褲 現在都有一些雜物放在這裡 那大家開車回來 進了車房 就直接可以經過這個mud room 就是洗衣房 就進來 就去廚房了 就完全是attached了 就不用凸雨 凸雪 好 我們剛剛下面看到一間書房 但其實都有窗有櫃 不過size小一點 都可以turn into一個小的睡房 所以下面當一個房 但沒有full bath 是一個half bath 上到樓上 它的空間就會是四個睡房 其中一套是主人房 就是樓梯的左邊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剛剛中間經過這個走廊位 也是一樣的 它做了一個挺高的窗 一直到頂上 還有上面還有些天窗 所以你上到樓梯位這個位 就算你不開燈 都比較光亮 方向向東邊 好 主人房 它都很大 基本上是我們現在新屋標準的兩間房 甚至再配合更多 就整個室內部這麼大 兩三倍 它現在 對 它現在這裡有個King size床 這邊有一張很小的桌 其實大家可以放兩張床 床很小 其實是King size床 是King size床 顯得很小 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置自己的工作地方 什麼梳化 什麼都放 三個琴樓可以放到一步 然後 房間也重要是東西流通 因為它的前面 就是望回西邊 就是我們剛剛在下面拍照的位置 外面是Blundell 它也有一個這樣拱出去的Bear Area 順便可以說這間房子的暖氣系統 它是用這些叫Waterheat Baseboard 它是通水的暖氣系統 熱水管 剛剛說到它是東西通透 這邊是西 這邊是東的 所以你的主人房很誇張 好像從來沒有拍過一間主人房 可以這樣東西貫通 這裡有一手的業主 或者上一手的業主 如果我問了業主 她說她也不知道 就把這個露台位封了窗 大家叫做多一個空間可以用 好 然後呢 挺棒 東西通透 過來這邊 就會經過一個closet area 以往的設計 它沒有特意做walk-in 不過它分開了一棵 然後呢 這裡是一棵的衣櫃位 但其實房間這麼大 完全可以把它改建 或者加更多的放衣空間 然後這裡是一個四層的洗手間 洗手盆 下面有儲物空間 然後有shower stove 洗手間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jacochi 以前比較舊式 現在新屋很少見到這麼正方的按摩浴池 洗手間也有窗 又是向前面向西邊 街的位置 這個洗手間上面也有天窗 好 看完主人房之後 我們看看另外的三間房 主人房上了樓梯之後 躺在一邊 跟其他兩間房距離得比較遠 上樓梯轉又開始 就有另外的三間房 和share洗手間 我們看看小小小房 這間房子 看回旁邊的露台 其實說它小也不小 它現在都可以放到queen size床 然後這個衣櫃也很大 是一個大的雙門衣櫃 這個單人床 對 單人床 然後這邊也是儲物空間 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先看洗手間 因為另外三間房 share洗手間 它挺好的 可能因為三間房用 它多了一個sink 然後座廁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浴缸 以前浴缸可能是這裡的三分之二 它這個是寬深一點的浴缸 然後也是有窗 所以樓上的兩個洗手間 都不是黑漆 也有窗 最後就看看這兩間房 這間房現在他們租客 就當作好像storage room 但唯一的形狀不是很正 擺床的話 其實擺到 擺到可能double back會好些 queen size就有點大 因為你要留下衣櫃位開門 好 然後呢 我們看看最後一間房 這間房也是正的 方方正正 現在擺的是queen size床 所以可以擺大些 這邊有closet位之餘 這裡還有位置 可以再做一個櫃房 也可以 好了 跟大家看看前後圓 其實剛剛前圓看了 材料上 其實是門口這個車房位 鋪了 砌了磚 旁邊這些咖啡色的是stucco 類似水泥 沒有什麼要維護 大家不喜歡的可以轉顏色 這樣 大家很多時候都會說買獨立 不過為什麼要注意呢 其實都要看外循 這個門是回到車庫的 這些剛才都說了 它都是stucco的materials 窗的話 它都是雙層玻璃 比原本的雙層玻璃 沒有replace過 這些都是吉塔 定時附近有樹 大家記得要清一下吉塔 不然堵塞了這些水 就會倒灌流水入屋 這邊就是看回 我們已經走到後院了 剛剛就說在family room living room 都有兩個sliding door 可以出到後院的 area 後院的話 其實它主要都是鋪了這些 這些是水泥石 石春地 鋪了一些石春地 有幾棵這些樹 好幸好它不是很落葉 落葉的就是這一棵 然後這邊是石春地鋪得很硬實 這邊就有少少草 也不是草地 我看它沒有什麼維護 所以已經變了一些泥 然後這邊sliding door出來 就還有一塊石春地仔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就沒有門出 所以主要去後院 你除了經過家裡 那兩道門就是旁邊的side door 看完室內室外 跟大家recap一下整個物業的狀況 我們會在2月28號掛牌 掛牌價是189萬 也會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做open house 即是3月2日3日6日 和3月9日10日6日 做open house 我們今天也找了驗樓師 和度赤師 拍照的師傅 來做3D mapping 和來驗樓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物業有興趣 想知道多一點 都可以聯絡我